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也可以用微信直接搜索吉林卫生添加我们 把您最关心的问题告诉我们 我们会在最短时间内给您做出最专业的回答 那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本期节目都给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生活的艰辛让它不知所措 有点低高级 天天打一岛素 一天打四针 我这只眼睛啥也看不到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看不起病我就放弃了 我就看了 咱们也拿不起钱 月月吃饭都是问题 什么方法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 通过我们这个白球公盈公益基金的这个援助 然后最后顺利的这个开展手术 为何躺在手术台上的她 被告知手术无法正常进行 她现在血压还很高 一分都高 手术也有一种风险 请关注本期吉林卫生 新生 中文字幕提供 这条片子 我都不知 安董 有 我都不忍 你 这条片子 子 把他吃 这条片子 你看看现在的血压 你看 好几 看这个血压 这个血压让血压不饿 有点伤得 由于患者的血压 一直处于偏高的状态 手术根本无法进行 因为不管是麻醉 还是手术的实施 都有严格的要求 患者身体的各项指标 必须符合手术标准 因此 大家现在能做的 只有一个字 等 所以现在咱进来以后吧 它现在血压还很高 一直很高 现在你看那个 瘦瘦压是180种 瘦瘦压也是10种 像这种情况呢 就是手术有一定方便 嗯 可能就是 有行 可能我们用一般的 那是美肌的 肌痒啊 那是美肌的 它也是一会儿 再低那个 运营前来 还在做不够 不是防止 但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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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时过去了 患者的血压呀 始终没有降下来 于是呢 主刀医生高主任建议 由原来的局部麻醉 改为全身麻醉 那听到这个消息 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犹豫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位就是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 李女士 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情况 就知道她为什么 不愿意使用全身麻醉 来进行手术了 低保后 然后那就是我离婚的 我还没啥 就一个人生活 我还就有点低保际 我前面 我前面低保际 天天打一道素 一天打四针 低一道素 就不刚调 我这只眼睛是还看不到 这个就是这只眼睛 有点鼓勇 这只眼睛就是 毕竟这只眼睛 这个是还看不到 由于身体疾病比较多 李女士几乎是丧失了劳动能力 每个月呢 只能用低保筋 勉强维持生活 可是这乌漏偏锋连夜雨 身体的再度不适 让她的生活是雪上加爽 我的一个就是 这个里面有大肿化 而且这里面有刺痛感 疼 然后躺动力 就是其实以前就有点疼 但是我也没看 也不完全想 有病了吗 调血糖 调完血糖以后 人家拍了个胸片 人家发现你这有些东西 有个东西 人家要你做个彩梢 你一个做一个 做完彩梢以后 人家说你这里长东西了 我又说的是 怀疑你是那个 就是路线长东西 听到自己的身体又添心病 而且可能是不太理想的肿瘤 李女士如同晴天霹雳 无法接受事实 我呀 根本说 住不起 看不起病 我就放弃了 我就不看了 就不能再看了 咱们也拿不起钱 再加上我的病也太多了 然后就都每月吃饭都是问题 因为那点钱只够吃饭 哪有钱住这样 想都没想的 就在李女士走投无路之时 一通电话让她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后来我给社区打电话 后来社区推荐 就是说白球员说你找总人院 有个白球员进行会 然后又救助 要不然的话就没有救 我根本没有钱 就这样李女士来到了长春肿瘤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这个患者叫李丽萍 他发现乳腺肿瘤三年了 刚一开始乳腺肿瘤比较小 就像黄豆这大小吧 豆角这逐渐长大 现在已经长到两个分了 这个患者家庭比较困难 自身病还比较多 他有高血压五年了 糖尿病十年了 还有视网膜病件 一个眼睛视力还不好 家庭经济上特别结局 完了他社区报上来以后 我们院的就是白球员进行会 第一时间发现他以后 就请我们要专家给他会诊 糖尿病是这样有影响 影响但是我们尽量在术前 把血糖降到九以下 血压控制到160以内 这个收水压 术张压控制到9590到90以内 你就可以考虑给他手术 经过一系列精进安排 李女士的手术即将开始 咱不紧张 你得他需要 你得高160 紧张 何紧张 何紧张 这个手术呢 因为它属于救助的 我们就是说 首先先给他在术中 把他那个总部取来 送个快速 如果他要是 就是恶性肿瘤的话 我们就给他根治术 考虑恶性总流 可能性大一些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是节目开始 我们看到的一幕 由于李女士的血压 始终没有降下来 即使使用全身麻醉 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因此手术不得不中断 先控制好血压 再择期进行手术 经过两天的调整 李女士的手术顺利进行 手术也非常成功 手术还比较顺利 术中一送快速还是良性 良性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术后第五天 也就是李女士出院的日子 我们再次来到医院 了解她的情况 术后因为是良性 口也不大 就一周内先别沾水 以后逐渐就正常恢复就可以了 对身体影响不大 就是术后恢复的可好了 刀口长得也挺好的 现在就是一切都正常 现在心情非常好 肯定是比刚开始来 刚出来一开始心情不好 挺压抑的 手术做完了以后就好多了 这名患者他是乳腺肿瘤入的院 当时由于家庭非常的贫困 患者本人情绪也非常的焦虑 然后一度的都想放弃 不想治疗了 然后通过我们白球公益 公益基金的援助 然后最后顺利的开展手术 然后最终的结果也比较欣慰 就是肿瘤是良性的 然后不会对他未来的生活 包括其他方面有任何的影响 非常感谢 就是白球益的援助基金会 给的帮助吧 非常非常感谢 白球益公益基金会 肿瘤援助项目 针对吉林省内建档力卡户 低保护 无保护 农村无保供养户 城镇三无人员 民政部门定期抚恤补助的重点优负对象 及低收入人群等进行手术 放疗 肿瘤筛查援助 如果您需要在这方面的帮助 请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和您去的联系 因为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牵挂 好了 那本期吉林卫生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